第十二屆华府龙州赛 5月18日至19日在波多马克河畔举行 来自全美各地共61支队伍 1800多名选手参赛 同时吸引了上万本地人士前来观赏 18日早上气候阴雨不定 但并未影响参赛队员们的精神 开幕仪式在汤姆森船舶中心前举行 喧天的锣鼓声伴随着武师拉开了活动序幕 主办龙州赛的华府复联会主席 驻美代表金普聪大使夫人周慧婷 在开幕仪式上致辞 随后华府市议员代表也祝福龙州赛圆满成功 贵宾们还共同为龙州赛剪彩上香 并在码头边被一只只巨龙点睛 令赛事平天活力 背显精神 乳癌生还者协会的四支参赛队伍 也进行了康乃馨投掷纪念仪式 华府的龙州赛是每年由我们复联会 华府分会所举办的 那么在今年就是第十二季了 据我所知道一年比一年盛大 一年比一年吸引到更多专业的队伍来参加 那么当然除了一些专业队伍之外 也包括我们自己代表出的队伍 还有国会的队伍 另外也有盲人队 还有对抗乳癌成功的几支队伍 所以算是华府当地非常盛大的活动 每年的这个时候都在波多马克河这个地方 吸引到很多的观光客来看 华府复联会主席周慧婷 还参观了驻美代表处旗舰队 以及玉山队的帐篷 为大家加油鼓励 过去两个周末参加团队练习的 驻美代表金普聪 这次因公式无法出席 不过希望明年我们可以全家都来参加 然后得到一个好成绩 为庆祝端午佳节 主办单位除筹备水上龙舟锦标赛 还为参赛民众安排了路上的传统民俗活动 本地府人大学校友们也前来助阵 龙舟赛在亚洲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近年来已成为全球水上运动 人数增加最快的项目之一 华府龙舟赛于2002年首度举办 其后每年5月间举行 主办单位希望通过活动 将这一传统节日介绍到华府 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融合交流 也是文化外交的重要部分 中文化外交流